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,请注意查收。 在国务馆,有两把剑分别代表着胜利与失败,一把属于胜利者,岳王勾剑,另一把来自于他的一生之敌,吴王夫差。 剑被誉为百刃之君,是因为他最适合一击刺杀,他不像长矛那样远离敌人,也不能像刀那样挥砍自如,更不会像棍棒那样殴打弱者。 一名伟大的剑客,只有把剑深藏在怀中,引人等待。 当足够靠近敌人的瞬间,突然出击,刺出那决定胜负的一剑。 一小博大,不欺老幼,善于忍耐,这既是剑的品格,也是君子的信仰。 在汉代画像石上,常常能看到剑客的形象, 七身吞探的欲让,孤胆英雄专珠, 以诺千金的济渣,怒发冲冠的金科。 视剑为生命的君子,从不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。 当力剑出鞘了一顺,即使是万胜之主,也会惊慌失措。 现在,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段故事。 吴岳争霸。 其实,夫差并不是天生的失败者。 他的父亲被岳王勾剑杀死。 复仇的执念让他发动了第一次五岳战争。 在这次辉煌的胜利中, 勾剑被围困在会计山上。 一带越往,匍匐在夫差的脚下, 成为了一名马夫。 三年的奴隶生养, 勾剑让夫差彻底松懈, 最终得到赦免。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懒惰, 勾剑睡在甘草堆上, 把苦胆悬在头顶, 实时品尝。 勾剑的机会终于到来了。 在吴王夫差陷入北方战争的时候, 他突袭了吴国的都城, 刺出了最致命的意见。 孤苏丞下, 夫差成了战败者。 他祈求宽恕, 但勾剑没有给他选择的权利。 胜利者可以尽情装饰自己的配件, 那是属于王者的尊严。 在这柄铜剑上, 朱剑师采用了最上乘的材料, 在没有实战价值的地方仔细打磨。 剑身用锡金属蕴堂出灵形花纹, 剑饼镶嵌绿松石, 底部的十一个铜心圆整齐排列, 让两千年后的术控技术都为之汗颜。 岳王勾剑吞并了吴国, 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。 当他手握宝剑登上诸侯会蒙的王座, 他知道所有的忍耐都是值得的。 千军万马再高呼万岁, 一生的死敌已成为种中枯骨。 作为天下最有权利的男人, 他的佩剑当然要足够炫酷, 才能震慑住蠢蠢欲动的诸侯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